大家早上好啊 今天早上起碗的 起来第一件事 先给那三只大嘴怪搞点食物 今天给他们喂的是小鸡饲料 西红柿 加鸡蛋蛋黄 我每天都会给他们煮一个鸡蛋 然后把蛋黄拌在饲料里面 我估计那三个家伙今天是饿坏的 因为现在都已经九点半了 正常情况下我每天七点半 会起来给他们喂吃的 不能喂的太晚 用温水拌小鸡饲料 把它们拌均匀就可以喂了 一定要注意一次饲料不要拌的太多 因为现在天气热很容易变质 吃饭吃饭 吃饭 特别能吃这三个家伙 再来一口 一般我们每次喂的时候 一个小时喂一次 然后每一次喂到它不长嘴 就可以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吃饱的状态 这个还没吃饱 吃饱之后用纸巾把嘴旁边的饲料给擦掉 不然的话弄到羽毛上面看到特别脏特别乱 吃饱之后让它们在这里晒一下太阳 一般情况下它们健不健康我们就看它的食欲 食欲很强的话说明它们都是正常的 吃饱之后就睡觉 最近它们吃的都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说长得也特别快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之前的视频 看一下它们的变化 晒一会儿就把它们带回去的 夏季的太阳不能曝晒 走吧 然后再去把那个阴阴怪给叫回来 过来 过来 昨天早上喂饱之后就飞走了 它吃饱以后特别怕人 这个素囊现在已经空了 所以说一叫就过来了 过来 放生野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事情 它现在还小 如果放了就不管它 它肯定会饿死 我去给它弄点小麦 已经给它喂饱了 你们看它素囊 现在特别古 刚刚吃饱就飞走了 还有就是最近我特别关心我这只鸭子 什么时候下鸭蛋 本来它的肚子里面是有鸭蛋的 之前这个地方特别古 现在已经平了 不知道鸭蛋下在哪里的 我到处找都没找到 因为平时这个鸭子都是放着的 也不知道下在哪里的 自己玩吧 再见